在过去,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曾经怀抱着梦想,想要成为一位伟大的人,可以对这个社会有贡献。 读完了大专之后,误打误撞,成为一名修车员。 这份工作真的辛苦,当初在想,至少有这样的工作经验,我以后还可以当个修车厂的老板。 现实的生活,不得让我不低头,当初的梦想,也渐行渐远。 二十岁开始,和人家学做传销,做了三四年,收入一直不稳定,持续做下去,也看不到任何的希望。 最后,我只能放弃,还是回去做一般的上班族。 一年后,通过朋友知道了爱多美这家公司。 当时的我,看上爱多美的原因是,因为它能够让平凡无奇的我,找到了生存的机会。 这家公司不要求我的学历,背景,人脉以至今,都接受我们经营这一个事业。 所以当时,我就认定这就是我,终身是一。 当然,迈向成功的路,不可能都顺顺利利,无风无雨。 成功的路上,总会有波折。 当我人生陷入最低潮的时候,我告诉自己,不应该感觉到失望。 反而,要用微笑来面对。 因为深信,未来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其实,我最想感谢的是,我可爱的家人。 因为他们是我最原始的动力。 不管做了任何决定,他们都会全力支持我。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坚持不放弃的利用。 恭喜你儿子,你成为星光大师。 我们为你感到骄傲。 你也是我们成家的骄傲,我们以你为勇。 恭喜,恭喜,啊家,啊家,啊家。 在我最低潮的时候,因为有他,默默地比较我,鼓励我。 他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另一番,Kathleen。 在我什么都不是的时候,他愿意相信我,跟随我到现在。 我很幸运,在这一辈子遇到了他。 我看到了Vincent的坚持,看到他不管在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都没有选择放弃。 而是选择如何去面对,如何去帮助每一位伙伴。 亲爱的,恭喜你今天成为了星光大师。 我也感到非常的开心。 以后有我陪伴着你一起努力奋斗下去,我们一起加油哦。 我很庆幸,在打拼的路上,我不是一个人。 因为我有一群并肩作战的伙伴们,是他们成就了今天的我。 还记得一开始做爱多美的时候,我们都很穷。 那个时候我们很想做爱多美成功。 我们一起东奔西跑,南上北下。 不知道靠什么坚持下去的时候,我们都互相鼓励。 你每次跟我制造梦想,我又跟你制造梦想。 这段日子,还是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 当我每次在奋斗的时候,我都告诉很多伙伴, 这是我们一路走来的故事。 很多时候我不需要一句话,小一个眼神,你就可以明白。 其实我觉得,你不只是我的先生,你是我最好的兄弟。 每次在奋斗的时候,我都会发现。 毕丝大哥,恭喜你! 恭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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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现在很多年轻人,还在迷茫着自己的方向。 也忘了最初的梦想。 爱多美就是一个值得让年轻人放手以博的平台。 只要你坚持不放弃,有一天,你会发现,你当初的梦想,不再是一个梦。 大家好,我是冰胜,我是星光大师。 今天呢,等这一天的到来呢,确实等了不少的日子。 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去到韩国的时候,参加成功学院。 当时呢,跟在座的一样,坐在台下,什么都不知道。 当时,比大家还更惨,为什么? 因为当时呢,我们也听不懂台上来讲些什么东西。 因为讲的都是韩国话。 听听听,听到一半的时候呢,突然听到台上的喊, Royal Leader Club,结果看到一堆Auntie Uncle跑上台。 才知道,哇,原来在韩国, 有这样多Auntie Uncle那么厉害的。 一个月的收入呢,可以拿超过马币一百千。 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好不好。 所以当时的那一幕呢,深深地震探到我。 所以,当回到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一有成功学院的时候呢, 从来都没有缺席过。 当每一次坐在台下,看着一位一位星光走上台的时候, 看了很多我们的星光前辈们, 我们的Roger大哥,我们的Jet大哥,我们的Alex Ong大哥, 还有我们的Jenic大哥上台的时候, 我心中都在幻想,幻想有那么一天, 自己也能站在这个舞台上分享这个晋级感言。 终于,今天我做到了。 希望上这个舞台呢,不是我很想分享, 不是我很想讲话,因为我本身是一个不擅长讲话的。 但是,希望站在这个舞台上呢, 是想要通过这个舞台,感谢这一年多两年来, 很多想要感谢的身边的朋友,身边的家人。 再来呢,非常感谢爱多美, 让一个平凡无奇的我, 能有这个鲜鱼翻身的机会。 今天,就很像鲜鱼翻身的过来, 成为了星光大师一样。 感谢爱多美,给了我们一个人人平等, 且很公平的一个机会。 感谢。 再来呢, 真正我最想感谢的呢, 就是我的家人。 我一群非常可爱的家人。 今天,他们也到了现场。 OK。 我本身呢,出生在一个很温暖的家庭。 虽然没有很有钱, 但是, 家庭都很幸福, 三餐都不成问题。 教育, 父母也给我的很多教育。 但是呢, 从小父母的灌输我, 凡事都要靠自己。 从小到大, 我都不大爱念书。 所以,我一直是家里最担心的那一位。 因为传统的概念就是, 今天你没有一个很好的文凭, 将来就没有一个很好的未来。 所以当时呢, 我是家里父母最担心的那一个。 但是, 这一路走来呢, 因为可能是我本身没有很好的文凭, 变成, 我被逼一定要比其他人更努力一点。 所以一看到机会呢, 就一定要把握。 所以今天, 会走到今天, 全都是因为家里人的支持, 家里人的鼓励。 所以, 爱多美对我而言, 它并不是一个事业, 它是我的家族事业。 在今天的爱多美, 我不再是孤军奋战, 不再是孤身作战, 因为, 今天不止我上位, 我家里人呢, 也上位了, 我爸爸也是我们的钻石大师, 给他一个掌声。 所以, 在爱多美, 我有一个愿望, 我想要让爱多美, 成为我一个家族事业, 让我有一个永不没落的家族, 感谢。 再来呢, 还有一位, 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一位, 她呢, 跟我并肩作战, 跟我有难同当。 在我最弱迫的那一刻呢, 她竟然选择了跟我在一起, 她是我的幸运女神, Kathleen。 我很幸运, 她很倒霉, 因为当我, 当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呢, 我就已经是, 最落魄的那一刻, 没有什么收入, 我们两个, 当时过着, 非常穷的日子, 没有钱拍拖, 连吃东西的时候, 都要再三考虑, 到底可以不可以去, 所以当这个辛苦走来的日子呢, 她无怨无悔, 甚至在多美, 都默默地付出, 所以在这里, 我很想要感谢她。 在这一路上, 真的感谢我的上线们, 当时, 我只是一个小伙子, 一个年轻小伙子, 非常的不起眼, 但是呢, 他们却依然不会放弃, 这个远在新山的这个小伙子, 当我需要帮忙的时候, 二话不说, 从KL马上下来JV, 支援我, 帮助我, 所以这一路来, 我也不擅长美言美语, 我也不擅长这样些感恩的话, 我觉得, 实际的, 这样组织做好, 这样组织搞好, 把问题解决, 就是对于他们, 是一个最好的回报, 感谢我的上线。 这一群可爱的伙伴, 要不是他们的话, 哪有今天的我? 所以, 今天的新光, 只是为大家, 暂时保管着, 这个位置, 迟早一天, 都是属于你们的, 好不好? 当时呢, 在开始爱多美的时候, 我是两个口袋都空空了, 一个年轻, 没有经验, 没有像很多领袖一样, 真的是能够上台发表, 很普通的一个年轻人, 这样我们一路走来, 靠的是什么? 靠的就是, 大家的一个希望, 就是因为大家的希望, 让大家能够走在一起, 但我很感恩的是, 大家把期望都寄予我一个, 当时只有26岁的一个年轻人, 当时候呢, 看着大家非常的努力, 非常的辛苦, 但是都一一地坚持下去, 所以今天呢, 在这里, 我想跟各位承诺, 今天, 你们的成功, 就是我的责任, 今天我一个, 没有很多的人脉, 没有很高的学历, 没有很多的资金, 没有很多的经验, 简称叫差不多先生啊, OK, 都能够在一个, 爱多美的平台上, 成为一个星光大师, 我相信, 在座的各位, 很多都比我有能力吧, 所以我想证明的是, 今天, 爱多美呢, 确实是一个非常平凡人, 都能够成功的一个平台, 我希望, 在场的各位, 我们都一起, 在爱多美, 成功好不好, 那就让我们, 手牵手, 肩并肩, 成功路上, 再相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